关于这个明星,我们年轻的时候,我们曾经的年代,这些歌星演员都非常好,但是现在我们社会开始反省,到底什么是,才算得上是明星,那些科学家,那些就是为一线奋斗的医护人员,等等就默默劳动的这个,这个,这个, 工农阶层,每个人都有榜样,对吧,他们才是真正的社会明星,但是至于说我们所表现的外在的啊,形象漂亮啊,那些动作感觉潇洒啊,唱歌好听啊,演技演得像啊,那这个三角九流里面以前是,对吧,是最最下面的,几乎是,那, 在这个时代啊,就像这个女性被压抑了几千年,她总有风水轮转转的时候,她总能起来,在历史上,就是戏子当道那是很少,几乎没有,嗯,那你唱歌就唱嘛,跳舞就跳嘛, 嗯,那你就是非要出来讲道理,对吧,非要出来,就是到处做一些广告,你都不懂的,然后就是带带领大家干嘛干嘛,嗯,你的社会影响力,你知道你背了多大业吗,嗯, 你风花于一时,嗯,都好明星,嗯,而且,还很不满足,嗯,认为说你们这个拍我就不行,对吧,什么个人隐私生活,全是希望那些概念,啊,包括著作权啊,等等的,那都是,那,了不起,最多是你发现,你,你走先了一步,你用去好,嗯,什么东西是你发明的, 那都是上天给的,上天给的,你只不过是,激发了一点灵感,小小的灵感而已,这些明星,嗯,嗯,你,你这个好的时候,舞台上,你,你这个,孔雀开屏,对吧,你下来之后,你就要,受到这个社会舆论的影响,对吧,你作为一个公众人物,你到哪儿, 就要,就要,像个样子,嗯,嗯,其实,话说回来,啊,这个,到你,就算你这个明星,成了,嗯,怎么样才算一个合格的呢,你看,这个,刘乐华,这些年,嗯,其实他也是隐蔽的比较好,嗯,他也曾经对不起一些人,但是,嗯,他之所以,现在, 现在已经很糊,因为不管是演艺界,是,这个,什么,就现在就文艺了,嗯,就连所谓的,文学圈都是,体育界,很多很多很多,都很乱,他们能做到他这样,已经很了不起,嗯,换都是你,早就飘了, degree interacts这个llo Americans是一样的第二个都管的 Evelyn собствен,有一些人特贵就是他现在都 acquisitions expressive 但是, Galaxy are amazing,只是不知道咱们好啊,一些词字中心,什么 èось的,不知道怎么好啊, أي known, è stato 過 whether something different,习惯啊, granddaughter 反正就是那些东西 Mago 黑啊,黄啊 Products Donc,黑啊,黄啊 connected, andesse、赤 赤 estforex 他好像之前也有点对不起 没燕放不好意思 但是他的歌 他的演技 他的品格已经是很 很好 就是 不老的偶像 在那个年代 刚好他赶上那个运气 对话 当到 所以说那些明星就起来了 那邓丽君呢 同样是 他的感情 反倒不顺 他还太追求完美 而且他的音声艳雨 曾经梦里面 跟他也对话 他来拿一个东西 很有意思 因为真正一个男人 哪有时候不喜欢温柔 的女子呢 我们下一集 再稍微八卦一下